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发 用心知 大家好 我是赖瑞玲 2015年 慈记的骨髓捐赠资料库迈入22年 这一路走来可以说考验不断 但是真言上人和慈记人 始终坚定不移地努力推动骨髓捐赠 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 致使他们度过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而当年又是什么原因 让台湾的骨捐资料库会由慈记来做 这份随缘之爱有多深 有多广 我们一起来感受 2015年8月 慈记骨髓干细胞中心配对成功 而且顺利移植的捐随案例 已经突破了4000例 从1993年 慈记基金会骨髓捐赠资料中心成立至今 22年来 这份均随大爱 跨越种族肤色的繁离 共加汇29个国家地区的病友 在台湾也有一千多名病患获得帮助 而让这些生命看见希望曙光的 就是这一位勇敢的女孩 温文林 您知道她是如何完成这项兼具的使命吗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湾协议经济会的 董事长叶金川 来跟我们谈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好 全国观众大家好 董事长要聊到这骨髓库的整个过程 可能就要从这张照片说起了 因为她是一个关键人物 温文林小姐 就您所知道当年温文林小姐 她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处境呢 她是一个急性血液癌的病人 那在美国她们那时候已经20年 她已经有骨髓库 但是华人捐赠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白人 她对不到 她希望说回到华人社会 像台湾 大陆那时候更不用讲 台湾还说不定还有希望 但是台湾那时候也没有骨髓库 那就只好一个一个去对 那但是这样对到的机会很低 那如果建立骨髓库 说不定可以对到 时间在倒数的状况之下 想方设法 其实那个时候 您是我们的卫生署的副署长 我是副署长 那个时候您有跟他互动到吗 是程耀上自己教授台大 他来找我说 实际有可能可以办骨髓资料库 希望说政府来出面来协调 那给持继一些协助 因为骨髓捐赠那时候在台湾 是大部分人都不了解 董事长当时整个台湾的氛围 对于骨髓捐赠是个怎么样的认知 那血癌的患者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血癌那时候真的很可怜 就是因为化疗也不是很进步 所以碰到血癌几乎就是绝症 那等于没有希望 就是即使用化疗 大概半年一年内 大概就会往生这样 做骨髓资料库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要建立它 要坦和容易 因为大部分人都以为骨髓就是龙骨 龙骨髓 然后一抽就会死 但是大部分人都误解这个东西 但是另外就是捐血 捐血运动是应该是63年 1974开始 那这个时间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不到20年 那时候台湾已经变成全世界 好像24个先进的捐血国家 所以大家愿意捐血 但是不愿意捐骨髓 所以是一种知识上的误解 我们台湾的爱心是很足够的 但是对捐血的了解是等于零 那时候已经落后美国20年了 当然落后欧洲国家 还有日本可能十来年 那大家都希望说 台湾赶快跟进这些先进国家 有一个骨髓库 但是谈何容易 就是说你要劝这么多人来登陆 应该捐骨髓 需要一点耐力 需要一点社会教育的这个能力 在上任的呼吁之下 许多慈悸人就开始参加了 1993年8月29号台湾医院所举办的 重燃生命火炬的捐血宴血活动 其实这次的活动也很多人参加 有多达2000多笔 您当时一直跟陈教授在互动的过程里 您怎么看这次活动 出乎意料之外 既然还有这么多人愿意来捐血 但是陈教授他募了一些钱 在办这个活动 这一次他就把所有钱都用光 你做一个检验 大概那时候要100块美金 那你2000个就是要20万美金 那如果把它换成台币 是一笔很庞大的钱 他就做不下去了 那就还是希望说 慈祭可能才有这样的能力 听起来要建立骨髓库是非常的困难 不过真的好在有一届政府 还有民众们的认同 终于让慈祭骨髓库可以成立 不过其实在骨髓库成立之前 有很多人跟上人说 千万不要做 因为压力很大 承担不起 可是上人说 我心中还有另外一种压力 承担不起 那就是爱 因为没有办法 严真正地看着生命消失 所以慈祭决定排除万难 建立骨髓资料中心 当然还有各界的支持 今天非常谢谢董事长你的分享 谢谢主持人 回顾慈祭历史 在1993年的10月20日这一天 台湾地区的首座骨髓捐赠资料库 正式地定名为 慈祭骨髓捐资资料中心 并成立了技术指导委员会 慈祭骨髓捐资资料中心成立后 在1994年发挥功能 台湾地区首例 非亲属骨髓配对成功 捐随者是一位台大社会系的学生 叶美金 隔年五月举办相见欢记者会 在爱的亲影下 诗与受者相拥而弃 场面感人 1996年 慈祭推动骨髓捐资的 无私奉献得到肯定 过班第六届医疗奉献奖 为了让每位捐随者的爱心 发挥最大的良能 慈祭骨髓捐资中心 不断地精益求精 善用科技让生命更有保障 在2002年改制为 慈祭骨髓干细胞中心 所有的努力 只希望生命能多一分机会 为了及时抢救生命 慈祭骨髓干细胞中心 在专业领域上力求进步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 现任台北医学大学的校长 严云校长 来和我们分享 这段辛苦的历程 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提到了骨髓库的成立 我知道您是重要的推手 不问好奇 当时是什么样的姻缘 让您可以投入这个计划呢 我在1993年的时候 从耶鲁大学搬到洛杉矶 我担任的工作的地点呢 就叫做希望城癌症中心 这个癌症中心呢 是目前呢 全世界最大的骨髓移植中心 每年大概要做500例的骨髓移植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医师呢 都在骨髓移植方面呢 必须要做努力 而另外恰巧的呢 就是我们呢 美国的慈祭总会呢 就在我们的中心的旁边 开车只要五分钟 那么在上人呢 提倡这个骨髓捐赠的那当儿 那么所有的师兄 师姐就动起来 就到处找着人来帮忙 那当然究竟之便 那他就到了我们癌症中心了 那你也知道 实际的师姐们 一旦开口的时候 你非常难拒绝 所以就这样开始了 其实不只难记绝 我知道您在软硬体上面 都帮助了非常多 分别是哪些工作呢 我想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百废待举 所以说呢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但最重要的 还是典章制度的建立 所以呢 也就是组织章程 以及操作的规范 这些呢 对我来说呢 倒是信守可以拥来 因为呢 我们参与骨髓工作的人呢 都积极地参与了 美国骨髓库 它是个国家骨髓库 NRPB 所以说他们的所有的制度 都已经非常的系统化了 所以我们很容易地 就把它得到以后呢 再做一些整理 做一些留下来 适合我们实际骨髓库 发展的部分 听起来美国社会 毕竟应该跟台湾 会很不一样 如果有了美国的方法 是不是放到台湾 还要再做一些改变 要改变呢 实在是太多了 美国人呢 他的这个天性啊 就是勇敢进取 我们亚洲人呢 热心但是保守 所以说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 93年94 95的 这几年头 都是在开始炒创的时候 有非常多的宣导工作 必须要做 那基本上 你把它整个的建制起来以后 捐赠者 还是门可罗雀 可是这个经费 人力却不能够损失 到了95年以后呢 整个的气氛 整个的这个信心 都成熟了 这么一来的时候呢 我们却又有点 人手不够的情况 您的印象中 一直运转到什么时候 终于比较顺畅了 我还记得 差不多是在1995年 大概初夏的时候 这也是我第一次 回来见上人 因为在这之前并不敢见 提到了1995年 我们来看这一张照片 确实您跟上人见面了 当然我想见面 话题一定脱离不了骨髓库 当时上人对于骨髓库 有没有提出了 什么样的丁宁跟关切呢 那当然是有的了 在这过去的两年中 我们虽然在努力地建制 但这中间 也有很多摸索的过程 在见上人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是向上人报告这个过程 以及我们做的诸多的决定 上人的关心 永远是在人的部分 如何地照顾好 我们的病人 使得他能够得到 骨髓的捐赠的速度 以及精确度 在这方面要有保障 还有就是对捐赠者的宣导 鼓舞以及关怀 这些都是上人最关心的 那至于说专业上的问题的话 上人只抓大原者 他不会对我们有一些 特殊的一些要求 所以也给了我们 很大的充分的一个发挥空间 我们有的时候 会跟上人讨论这些事情 那上人虽然不会对专业上 做太多的建议 但他这一再叮咛 这个以人为本位的一种关怀 使我们至少可以平和掉 很多太过度于专业化 而失去人性化的这种偏差 但是每一笔资料 要进到骨髓库 一定都要经过检测 捐赠也好 受赠也好 这也应该是一份成本吧 当然是 大家都可以了解 这个捐赠者本身捐的是爱心 所以没有人会用健保去负担它 所以谁负担它呢 持继负担它 如果你就以最简单的 一万元一个检测 乘四十万个标本 不论过去现在 那你就已经是四十亿了 这是谁在负担呢 这是持继在负担 更不要说还有很多的建制费用 淘汰费用 折旧费用 人员 成本 用一百亿来算 只会少 不会多 里面投注的我想是经费 当然更还有一份爱心 而且还看到了 我们骨髓库的那一份 精进求精准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好像是从 美国的一个实验室 发出的证明 一个实验室 要想成为一个正规的实验室 你必须要有一个认证的过程 这个认证就是从 美国病理学会来认证 叫American College of Pathology 那他在认证的时候 他是会给你一些叫做 Proficiency Test 也就是他送标本 样品给你 你测出来以后的答案寄给他 然后他测了 他发现了你的答案是对的 他才会给你认证 好像考试一样 他这完全是考试 而且他不只考一次 对于新开始的实验室 他考很多次 然后他才慢慢地开放 人员方面也都需要有检定 也就是他们要有license 那所有的这个流程 也都要有一些 一些知识化的一些流程 不能轻易改变 所以这些都是 有非常严格的管控 那这个过程当中 经过了无数次 那这些文件也是多如牛毛 究竟一个骨髓库要多大 才会足够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十几年前 我们在持绩骨髓库里 就已经反问 反复地在讨论这些专家 国外的专家也都在讨论 如果说以这个台湾 这个2300万人口来讲 我们可能在20万笔左右 就差不多可以够用了 我怎么说 因为它的这个区限 配对区限已经激进饱和 25万的时候也就只有增加一点 并不是增加了5万 就增加了很多 这就叫做饱和的意思 可是这样子的观点 是有点狭隘的 因为毕竟我们要帮助的 是全世界无远佛界的人 于是如果你从这个观点 来扩大来看 你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台湾 姓张的 姓王的 姓李的 非常的多 他们相对的互相配对到的机会 自然就比姓炎的多得多 长江以南的南方学系 跟黄河以北的北方学系 这不相容是很大的 于是你从台湾所出发的这个捐赠者 不见得就适合北方学系 于是你要扩大 你要扩大这个学的这个骨髓库 使它能够可以 可以能够能够涵盖它的需求 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新住民 新移民 这些东西都是要要求 能够配对得到 我们就必须持续地增加这个百分比 所以说这个库到底该有多大呢 说真的到最后 我们只能回归到佛法 这是一个无尽意 就要继续地努力就对了 虽然这骨髓库从无到有 感觉历程非常的辛苦 不过也从中可以见证到 台湾的爱透过骨髓输出到全球 今天非常感谢校长您的分享 谢谢各位观众 一份善念激发出的勇气 拯救了许多的生命 也重新燃起这些家庭的希望 在骨髓捐赠的国度里 我们看见爱像一首歌 唱进了世界的感动 而在这些感动的背后 有一群人默默地付出 用心守护 努力牵起这一份难得的随缘 只为了让生命能圆满地延续下去 他们是慈济骨髓捐赠关怀小组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慈济骨髓捐赠关怀小组的总干事 陈乃余师兄 来跟我们分享 关怀小组是如何用心的编织出 紧密温馨的联络网 欢迎乃余师兄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常常在录像可以看到 就是有志工拿着大大的看板 要来劝随 他们就是所谓的骨髓小组的职工吗 应该都是 所有的人都是 我们在这应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验血宣导活动的层面 另外一个就是有配对上之后 要服务个案的时候 那这一个层面 比较属于是关怀小组的工作的范围 那至于说在验血宣导的活动的层面 那是大家一起来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第一次的验血活动 我们来看这一张照片 这就是历史的一刻了 是不是请师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因为上人行脚 每一场他都呼吁大家 我们要疼惜生命 我们要尊重生命 进了我们要来抢救 这些白血病患生命 所以我们要建构骨髓治疗库 结果在台中会后的时候 林美兰师姐就跟上人提议 我们10月24号 在彰化八卦山 我们正好有一个幸福人生的讲座 这样的一个活动在 那我们要不要在现场 我们就摊为100 我们就这样子来办院学活动 那当然上人就说好 结果这一场活动 有840个人参加 资料建置起来 是不是志工也要开始到位了呢 在隔年的5月7号 我们有第一个监证者出现 那第一个监证者出现 等到监完之后 6月22号 我回花莲 回京社 然后跟上人报告 我说上人 我们骨髓到目前为止来说 我们没有做完整 上人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们一直在宣导 在呼吁人家来加入 所以骨髓治疗库就会越来越大 那病患他的希望就是在这里 那他会配对上 那配对上之后 这个人在哪里 可能找不到人 我们可能也有需要去找人 再来他会不会怕 他对骨髓了解吗 说不定不是很了解 再来他家人会不会赞成 确实 再来我们还要自备血 还要抽血 还要自备血 还要健康检查 那健康检查还要回医院 那这医院可能不错 历前非常的繁琐的 对 所以我们有必要成立一个关怀小组 专责来服务这些个案 配对上的人 他说他要捐可以 你要说服我的家人同意 后来我就说你赶快告诉我 他当什么职业 他现在服务的单位在哪里 他的住址 他的电话 结果他们马上回复 刚刚好他是一个警察 我们透过持警会 当天晚上到他服务的单位去 你知道我到他的单位 晚上11点 很感恩他的小队长陪我去 找到他椅子坐下来 我全部没讲话 都小队长讲话 小队长他说 我今天不站在你的小队长 来跟你说 站在12年前 我的女儿也是一个白血病病犯 在台北龙走 那时候没有骨髓是要过 我只能眼睁睁地求助医生 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离开 现在这个生命 你可以救他 而且再说前面这么多的个案 捐证没有问题 你问题在哪里 我们可以来协助你解决 小队长讲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后来这一个一句话 好 我愿意 这虽然是在近期的时候 2008年时候拍的 不过我得坦白说 这张举起手的这双手 从来没有放下 这好像是跟您亲自听到 上人的呼吁有关系 您一直投入在古娟的黄猎力 我刚刚说 1993年的时候 上人那一次 十月份的那一次行脚 到台中促成了八卦山 第一场的夜球动 到了台北来的时候 他到台北婚会 也是跟我们所有的 慈禧人做呼吁 我们要来尊重生命 我们要疼惜生命 我们来抢救生命 上人现场直接问 愿意参加的举手 全部的人都举手 说实在话这些白血病患 不一定是我们的家人 不一定是佛教徒 我们知道基督教 天主教 不同宗教的病患都有 但是生命 没有在讲哪一个宗教 我们应该要跨有一切 我们抢救生命为先 这个生命 说不定只有你可以救他 你不站出来 怎么办呢 只要你愿意 都可以让生命多一份 活下去的希望 希望今天节目的播出 能够让看到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乐于捐水 成就更多人 救人的好姻缘 今天非常感恩师兄的分享 感恩 感恩 回眸来师路 我们下周见 感恩师兄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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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